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再来开箱介绍观众推荐的M.2 SSD散热器 它是来自嘉义酷冷旗舰Q80 M.2 SSD散热器 看到它的酷炫造型设计也难怪观众会想知道 它的被动式散热效果有没有再加强一些 独特使用铝合金再加上中间直通 即便是散热 让人整体看起来就觉得它很猛 散热一定很强 当然说到很猛的另一个被动式散热器狠角色 那必定就是乔斯伯M.2 SSD散热器 便宜又好用 散热效果也不差 价格也合理 含运大约台币200元就可以搞定 只是在上次测试成绩只有PCIe 3.0的温度表现 所以这次我们再一起拿出来测试一下 乔斯伯散热器在PCIe 4.0 M.2 SSD温度压制表现 来看看到了新时代又更快读写速度 它的表现有没有走中到压不了高温问题 那首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嘉义旗舰Q80 M.2 SSD散热器 首先是它的外包装也是用一般大众化印刷材和设计 在产品保护上感觉有点弱 支撑度没有很强 但还算是够用啦 在正面印有产品照片和产品名称 盒子两侧有英文公司名和可扫码的QR Code教学资讯 在背后有产品规格介绍 最下面则是公司资讯 打开上盖后 Q80 M.2 SSD散热器是用薄片透明塑胶盒固定 难怪它的盒子保护性会有点软啪啪的感觉 但它盒内附送的东西还真的不少啊 有一包固定用的螺丝 而且还很大方 多给两个固定用和索M.2 SSD用螺丝 算是非常贴心的考量 再来是三张散热贴和螺丝几只一只 但这散热贴的尺寸大侠好像都不尽相同 最薄的这一片是让你贴在固定槽下面 另外两张一胖一瘦就看个人需求去选择 看是要把胖的分割成小张贴在单一颗粒上 或是用瘦的一整张贴上去省事解决 而这嘉义Q80M.2 SSD散热器是用塑胶带完整包覆 哇 这整体质感看起来还不错呢 中间的紫童散热鳍片还有贴上胶带保护 哦 吃掉保护胶带后整体质感又再提升了一个档次 看起来还真的蛮不错的 但这紫童鳍片怎么在顶端做了风口设计啊 这样热空器不就只能从中间和左右两边空隙把废热排出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可能是害怕消费者安装割到手问题 所以把鳍片都向下90度弯折 感觉会安全一点吧 哇 好可惜啊 又是安全和散热无法两拳的问题在取舍 嗯 怎么在底部没有挖洞出来 让紫童鳍片再直接接触NR2 SSD来加大散热量呢 只光靠夹心饼干方式来散热 真的有点可惜这紫童鳍片的散热卖点了 但它的实际散热表现是如何呢 我们也只能上机狂操一下 才会知道它有脊梁重 当然这次测试平台 又是我目前主力测试机台 CPU是Intel 12代 i7-12700K 主机板是基加Z690LG DDR4 记忆体有48GB 频率为3600MHz 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四维星MPG CoreLiquid C240 NR2 SSD 4WD 黑标SM850 500GB PCIe Gen4 连续读写有7000和5300MB每秒 显示卡是维星Gaming X3 RX 6900 XT 16GB 等一下我们会使用AZA System Test来连续测试5次读写温度表现 来看看后期出产的NR2 SSD散热器表现有没有再优异一点 好 完成安装 快来上机测试吧 目前测试的室内温度为27度冷气房 首先是开机待机3分钟后的温度为41度 大约可以把PCIe 4.0 NR2 SSD压在基本工作温度里 这表现也算是中规中矩 接下来是第一次测试 SN850的毒血速度都能保持在最高速度 还没有过高温降速保护问题发生 而在SN850无情大量毒血发热后 温度马上狂飙了7度来到48度 这也没有办法 作为被动式散热器 它也只能默默的承受下来 希望接下来的测试它都能撑过去啊 接着在第二次温度测试 来到52度又再上升了4度 但我发现在解说同时 Q80有在对NR2 SSD快速降温中 所以接下来测试我会再加快点连续测试 减少降温成绩落差发生 再来是第三次关键温度测试 结果也只上升了1度来到53度 快别让它的温度掉下去 接着在第4次温度测试 但同样还是只上升1度来到54度 最后在第5次连续快速毒血温度测试 马上可以飙升3度来到57度 也就是说如果我不间断连续毒血测试 大约在第5次测试是可以上看到60度 也差不多是加益Q80压至A3850的极限值了 但也不能全怪它 毕竟它是被动式散热器 如果你的机壳散热风流好不积热 搞不好在机壳风扇吹送带动风流吹走肺热 温度表现可能可以再低一点 但相对你的机壳散热差 它的升温速度也是没有在喝你客气的 狂飙高温到连压下来的机会 都没有 所以只要顾好机壳散热风流 在我测试完待机3分钟后 也是能马上降到48度 足足狂降了8度左右 所以真的不要不信邪啊 只要散热风流顾得好 加益Q80M.2 SSD散热器 也会有很好的降温表现 接下来是乔斯伯M.2 SSD散热器 换装上PCI 4.0 SM850的毒血温度表现 首先是在开机待机3分钟后的温度为35度 嗯?没搞错 比较对手可是有加紫童鳍片来加强散热 你一个全铝合金散热器也只是比人家高了一点 就再多人家强降了5度 过矮了 不太科学的表现呢 接下来是第一次测试 目前SM850的毒血速度也是保持在4000到5000MB每秒 也没有出现高温降速保护问题发生 哇!不妙了哦!马上狂飙8度来到43度 不会越到后面温度越高越压不下来吧 接着在第二次温度测试 吼!吓死人了!还好还能顶得住 这次并没有太大升温表现一样维持在43度 但请注意在我讲解同时 乔斯伯M.2 SSD散热器已经在帮M.2 SSD降温了 所以后面会越测越快 如果想看清温度资讯 请自行暂停影片观看 再来是第三次关键温度测试 吼!开始有出现高温现象马上提升了5度 接着是第4次温度测试 结果也只上升2度而已来到50度 别浪费时间快来测试第5次温度结果 嗯...还是同样50度没有再提升 但这样不行啊 我们再来连续测试到第10次 看看它的压制温度极限在哪里 OK!完成10次连续测试 终于在狂操测试到第10次才让它达到57度 结果是加益Q80M.2 SSD散热器的2倍耐热度 我的妈呀!这乔斯伯M.2 SSD散热器都上市那么久了 散热表现还是很好 不管是在PCIe 3.0或是4.0 独血温度都能压制得好好的 我的天啊! 这种表现根本是怪物级的产品 而且在测试完待机3分钟后 也能马上降到46度 足足降差更大来到11度 妈呀!你这种表现叫其他人怎么混得下去呢? 价格又卖得那么便宜 是在断人后路吗? 但是也还好 乔斯伯M.2 SSD散热器有一个很大的致命商 就是它的高度真的太高了 只能安装到M.2 SSD CPU直连第一通道上使用 其他地方都是有卡、显示卡和主机版的M.2 SSD散热马甲问题 也只能说有一好、没两好、可以两全其美的东西 但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 我是用开放式测试平台在做测试 而且被动式M.2 SSD的散热器 很容易受到机壳内部、空间狭小和散热不良机热的问题 让M.2 SSD的温度会一直保持在高温降不下来 所以使用被动式M.2 SSD散热器的你 一定要把机壳散热风流顾好 散热不好就算再强的乔斯伯M.2 SSD散热器 也是会高温到压不下来的困境 让它英雄无用武之地 那要选哪一个用就看个人需求去选择了 毕竟大家机壳内部空间都不相同 适合我用的也不一定可以同样散热表现在你机壳里面 我也很难去给你做最好的推荐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被动式M.2 SSD散热器有不同看法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by bwd6